那我們現在就進去這個 男人的快樂天堂女人的神秘空間 首次拍攝到這個 泡泡浴的內部 本集和日本第一風俗集團旗下子公司 白仙女集團合作 看完今天影片有興趣鬆一下 可以掃畫面上QR Code 聯繫 或者Google搜尋白仙女集團 置頂留言也有官方網站看女孩資訊 OK 鞋子拖在這邊 然後在這邊站一下 做一下那個身體檢查 這是要檢查的什麼 看你身上有沒有帶接觸 跟露珠 誒對 我剛剛能打開給大家看 喔好好好 那如果露珠怎麼辦 露珠是什麼意思 就是在 陰莖上面有那個珠珠 就有的人會 那你可能會給他打開給大家看 哈哈哈哈 所以是什麼東西笨蛋 這個其實有典故的 我稍後給你 OKOKOK 莫名緊張感都來啊 這邊呢就是我們今天預約的那個女生的原圖 哦 所以這個就是網路上 可是網路上是有馬賽克 對 這個是為了保護女孩的隱私嘛 因為這個網路上如果 你可以發了這個原圖照片的話 那女孩的臉就被空中了 哦 對 所以這個就會只有電圖片 你是不能帶走也不能拍照的 可是我們不是已經約好 那這個看是約下一次就對了 對 這邊呢是有全店的在籍女孩 大概是90人左右 哦 哦 所以呢 其實你可以看這邊的照片 然後呢 確定 比如說你感興趣的女生 我們可以幫她的名字記下來 然後約下來一次 對對對 OKOK 你要喝什麼 我們這邊提供免費的這個紅牛飲料 還有烏龍茶礦泉水 都可以 當然是紅牛啊 牛一下 然後呢 我們今天約的女生呢就是 大名鼎鼎的最強行人 哦 一起家講 哦 21歲 這個年齡是真的嗎 對啊 這個店呢因為主打是戀愛系 所以年齡不會超過30 因為有的會謊報年齡你知道嗎 好 這個是中級店和隔岸店比較常見的現象 哦 高級店沒 很少是黃暴 尤其是我們這邊都是真實年齡表示 然後呢 下面呢 是她的四張照片的原本 然後名字 年齡 身高 還有三圍 這個三圍啊 我要特別和你說一下 就是日本的三圍 小一點 我等於日本會再大一號 對 台灣人管日本這個叫做歡樂杯 就是呢 所有的東西都是要虛高大概一兩號 日本那一店其實也是這樣標準的 所以呢 幾乎是沒有A card 所以像這個它寫G card 那它實際會是 這的話大概也有1到1 哦 嗯 然後下面呢 一般會把這個女孩的相應數據標誌出來 比如說他會不會說 這裡面其實是有零電的AV女優 零電的AV女優大概是在這邊是10萬日比兩個小時 有AV女優在裡面 所以就會比較貴 10萬 原本的是8萬 而且它會有一個自己的簽名作品會送給客人 所以多2萬多還有一個作品 簽名 比成人產便宜也好 那他一次就是只能約2小時 有沒有客人那種很強勁的 當然可以 可以就對了 但是最低的話 如果你不做到90甚至是120分鐘以上的Ghost的話 你是體驗不到 我知道我知道 他準備需要花很長的時間 所以像現在我就是可以約下一次這樣 就跟你們講 然後看時間 可以把你的時間 比如說我幾號到幾號 然後呢 時間段共享給客服 然後他會根據你的時間段 幫你推薦下一個女孩 但是一定注意要提早約 如果你臨近當天還去跟我們講的話 可能只能看當天還剩哪個 這個都是別人選剩下 或者是分偶爾會有那種臨時取消的 所以呢 如果你提早約的話呢 你的選擇會很多 而且呢 我們會給您推薦一些 就是好評率非常高的 榜單 佔你前幾名的那種女生 那樣的話 你八萬塊花的就比較有性價比 所以像我們這樣 比如說外國人 要約的話 觀眾比如說要約 那就是先掃那個QR Code 跟你們聯繫 就任何問題都可以問嘛 缺合問題 大家記得 直接問他們 不要問我 我沒有 相關的問題啊 就是要來洗的這個問題 對對對 包含什麼服務啊 然後那個小姐什麼的 時間約一約之後 會先給 就是你們用PayPal 或者是支付寶 都可以 先付一個 一萬塊的定金 然後剩下的來店裡面付這樣 然後 盡量不要刷卡 因為很貴 很貴 在這種3C的時代 現金還是很重要 OK OK 女孩子頒表一般提前兩三週就會出馬 日本人和外國人其實都用的同一套 預約體系 所以就先搶先贏 尤其是比較人氣的女生 你如果不提早預約的話 可能就是 像你今天這個女生就是 所以像你們之前店就沒有現場的 你當天來 幾乎都沒有 然後就來之後就在這邊等 女孩子沒有OK之後呢 店員會過來通知我們 然後我會帶你到樓梯口 上去之後就是你自己上去 女孩都會在樓梯站 我知道 我知道 雖然已經 也不是第一次了 可是坐在這個待機室都還是會有點緊張 對不對 會有點緊張 如果不會日文的就是有小英雙 或是會中文的 對 我可以跟著你一起進到房間 看著我的服務 可以現場翻譯 沒有啦 所以其實他們也不會 care你會不會日文 在你們的店 對 然後我們的手機 全場都可以用來翻譯 現在很多人體很方便 你直接 可是手機可以帶進去 好像不怕偷拍什麼的 反而是你要帶進去 因為這個房間呢 有別的客人進進出出嘛 你東西放在這邊沒辦法保管 所以我們也是建議客人 就是所有的貴重物品 你都拿上好 我自己保管好 然後手機呢 全場都可以翻譯 但千萬注意不要偷拍 這個在日本是 對啊 違法的 違法 後果非常的嚴重 然後呢 我們其實在入場之後呢 有一些很基礎的一些注意事項 這個你聽到可能會覺得 哇 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然後首先第一條呢 就是說我們這邊是高級店 高級店是必須要帶 再相應的這個保護措施的 這個是要保護客人的安全 也是要保護女孩的安全 保護措施是只有在 要全力打的時候保護措施 還是其他的包含 基本上就是 你說的那個 哦 所以其他的 前戲的部分還是 不用不用 OK 當然這個也要看客人的狀態 哦 如果你是傲懶教 你就 傲懶教就是壞掉的GG 再有就是室內呢 因為這個房子相對都比較老 傳統老店啦 才會有牌照 對開心的見識拿不到牌照 所以呢 我們在室內原則上是禁煙的 然後呢就是 我們的隨身財物嘛 手機包包這些東西呢 都要拿上樓 嗯 有機呢 全程都可以用那個翻譯軟體 然後女生如果必要的話 他也會用他的手機來幫你翻譯的 然後呢 再有就是對女生呢 盡量溫柔 溫柔體貼 紳士一點 然後這個掐脖子打屁股 讓他叫爸爸 這些都不要做 再有就是 我們玩那個XX的時候 那個其實 上面會打一層很滑的潤滑 對就是 這個真的很滑 如果你亂動不聽女孩指揮的話 他很容易從你身上摔下去 旁邊都是這種石頭的那個浴缸嘛 就是當好一個殘肺 很容易受傷 對 你就聽他的指揮就好 殘肺少當好一個殘肺 還有一個我們手上 如果沾著那個潤滑液的時候 不要忘女孩的臉還有頭 哦 因為那個真的很難清 然後 親吻的話呢也要注意 就是 因為女孩的臉上 還有甚至是有些女孩會在耳朵周圍 其實也有妝容 口水流上去的話 就 他會要整個都卸掉 然後重新 哦很麻煩 我不要給人家種什麼小草莓 雖然我們這邊是戀愛系 但是 只有這兩個小時是你的女孩 所以不要太當真 不要暈船啦 所以就比如說太粗魯啊 或是太 不好的客人 其實 女孩是會把你禁掉 對不對 其實如果有什麼不懂的 你可以跟他多溝通嘛 可能再會消除誤回 如果說兩個人都不溝通的話 這個就很難清晰 對啊 台灣人應該是偏溫柔啦 台灣人都好生好氣 目前來的台灣的客人的話 都是非常有素的 台灣的客人來的 這個就是大概都幾組 幾組嘛 我這樣跟你說吧 就是按比例來講 我們目前接待的華語客人裡面 台灣和香港大概要占到一半左右的 海外華人 就是大概是占勝於一半的大碼 沒有拿起來 怕得他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直在誇下面 那個目不轉睛 很多個人這個要慢慢看 哦還有這個 會跳舞是怎樣 他原來是學跳舞的 哦 哦 然後他也會吵 那比如說如果像 我像約好下一次 是要先付定級嗎 還是 或者是我們最近其實有在發行那個 VIP卡 這個卡客人持有的狀態下 其實你是 相當於一萬日幣的代金串 不付約金直接拿卡號去 你自己不能出示這個卡 所以大家可以約約看 然後來體驗一下 然後可以在現場看有沒有 對對對 一樣啊 這個讚給他點強 我們下一集就是這個 體驗完這個 一字卡將的這個服務 說實話我上一次 是在沖繩的那個泡泡魚 我是覺得有點 我覺得他可能看外國客 很偏雷啦 就是他那個照片呢 跟那個 哦對 這個很重要的問題 對對照片跟人是不是 我們這邊哦 我有件事情想 就是客人的粉繪來講的話 相似都會改成一八十 當然我完全不加工是不可能的 嗯 連照拍上來 這個是絕對不會 但是呢 不會加工的那麼奇怪 有的完全用別人的照片 對啊對啊對啊 我想說 嗯嗯嗯嗯 對幾年前第一次是泡泡魚嚇到 你知道 所以我後來就不太玩泡泡魚 就是看你不會講日文 所以呢哦照片隨便啊啊啊 然後你上去 反正你也不敢拒絕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大家可能會害怕這件事 所以反而不敢來泡泡魚 這個我們雖然是合作 但是我們講的不一樣 我還是要講 沒關係 你先下來 幫我們上去 下一集就是來講一下 整個兩個小時的體驗哦 是這個從服務啊 或是什麼樣的感受 好好享受一下 就像飛田那集一樣 OK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這個 男人的快樂天堂 女人的神秘空間 哈哈哈哈哈哈 哇 首次拍攝到這個 泡泡浴的內部 一般來講的話 房間大概是這樣的大小 也有更大的也有更小的 對然後呢 主要的這個 內容可能就是 這幾個主要的這個環節吧 然後就是 因為預約都提前排好了嘛 所以他們知道大概幾點 什麼客人會來 所以不是每一個小時 就固定哪一間房就對了 啊對對對不會固定 是浴缸 哦 會在這邊泡一下 哦 這個就是傳出這種魔法凳 哦 所以就是這個是要這樣做的 比較方便 你想怎麼樣做都可以 哈哈哈哈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其實是那個 增桑拿用的一個 哦 但是它其實一般大家 客人都不怎麼喜歡用 所以就沒有在用 但是都會有這個 然後這邊也會有另外一個 片里面常看到的那個 咕嚕咕嚕的滑起來 然後這邊就會是床 那這邊也可以談戀愛 哦 再次戀愛 在床上可能發生了很多戀愛故事這樣子 清潔什麼的話 都會每天都 哦 每天都 不停地這樣做 哦 這邊就是放東西的 這個地方其實用毛巾的量非常的大 所以它要準備大量的毛巾 一般你們進來之後 你的流程你知道大概是怎樣嗎 那大概知道 哦 大概知道 等一下體驗就更知道了 個人東西一般我們為了保險 客人自己的貴重物品 都要拿上來 然後自己呢 哦 收在這個裡面 對 叫做女孩 女孩會幫你保管好這樣子 然後它呢 包括你的衣服 它都會就是幫你疊好 用毛巾蓋好這樣子 然後你的不用懂 你就聽女孩的 完全聽女孩的擺步就好了 它會幫你 還原成你最原始的狀態 然後你再幫它還原成它 最原始的狀態 哈哈哈哈 那我便宜相信 好 先就要上去泡了 一個就是在那邊 我們看到那個信長其實就是泡泡路 但這個其實是一個很熟很熟的熟女店 哦 熟女店就對了 這是它的官網 就是比較熟的小姐姐 可能 熟茶 這條呢就是洋屋 然後我可以看到 這邊有很多這個泡泡浴的這種店 立在樓上的那種牌子 其實大多數都是泡泡浴 那這樣我們要怎麼知道它是什麼等級的店